大家好 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截至5月21日星期四 多伦多时间上午11点半 加拿大共有80555例 推定和确诊病例 6062例死亡 本期视频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加拿大华人妈妈行贿40万美金 将儿子送进UCLA 遭逮捕判刑后悔不当初 CBC报道 中国公民隋晓宁的行贿案 于5月20日宣判 隋晓宁是一名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女子 为了让子女可以就学美国名校 而行贿40万美金 隋晓宁去年3月被指控 9月在西班牙被捕 在寄留了5个月后被引渡到美国 CBC报道 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隋晓宁将通过视频来参加判刑聆讯 隋晓宁表示非常悔恨 我为孩子树立了一个可怕的榜样 我的影响很坏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了 隋晓宁承认 向辛格的假冒慈善组织 支付40万美金 以特殊方式 是他的儿子 以足球特长生的身份 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录取 辛格与南加州大学的前足球教练 劳拉·詹克 共同编造了隋晓宁儿子的简历 称他是顶尖足球运动员 曾在加拿大的两家足球俱乐部效力 但事实上 他没踢过一场比赛 辛格和詹克也都表示认罪 2018年10月24日 辛格指示隋晓宁 相会10万美金 买一份招募他儿子的 加入足球队的异项书 两天后 10万美金汇入了 2018年11月 隋晓宁的儿子被UCLA录取 校方发给他25%的奖学金 三个月后 隋晓宁支付了30万美金为款 UCLA去年9月说 在获悉这是录取欺诈后 立刻采取了纠正措施 隋晓宁 在联邦法庭通过翻译表示 他对检方的指控认罪 检方建议不增加他的刑期 美国检察官艾里克·罗森 和辩护律师马丁·温伯格 同意将隋晓宁 在西班牙被羁押的5个月 也算作服刑时间 隋晓宁 于今年2月21日获释后 返回加拿大 直至量刑宣判 根据早前报道 该招生丑闻 已经使数十名富豪家长陷入困境 他们被指控通过刑贿 操纵孩子的SAT 和ACT成绩 或让孩子以运动员身份 入读民校 包括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和乔治成大学 法官道格拉斯谴责 苏晓宁的行为 是涉及金钱的犯罪 这是对美国教育体系诚信的冒犯 为此必须处罚25万美元的罚款 谈衣冠连改两口 加拿大人应该戴口罩 该早点关闭边境 5月20日 根据CBC消息 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勇施 终于说出 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 加拿大人应该戴上口罩 作为额外的保护层 谭勇施今天在沃太华举行的 每日新闻发布会上 提供了最新的建议 他说 在春季和夏季 必须严格遵守社交距离 勤洗手这些公共卫生基本原则 此外 在容易发生新冠疫情的地方 当难以保持社交距离时 建议使用非医用口罩或面罩 作为额外的保护层 患病时必须待在家里 除了改变对口罩的说法 在本周一对下议院委员会的讲话中 谭一官也承认 政府在关闭边境的行动上太迟了 谭说 这个病毒在世界上传播的太快 在应对它时 我们本应该采取一些更快的行动 而在4月28号 谭一官在接受CBC采访时还说 太快关闭边境或许不会有什么太大作用 无论如何 谭一官最终还是给出了正确的意见 虽然已经晚了几个月 加拿大10年首次线通缩 但食品价格大涨 近日 加拿大统计局称 由于疫情影响 加拿大几乎所有商品都比一年前便宜 消费物价指数CPI 在4月份降至-0.2% 是自从2009年以来 首次录得的负增长 所有商品中 下跌最多的是汽油 下跌39.3% 酒店住宿下降了近10% 服装和鞋类下降了近6% 电话费下降了6.9% 但是食物价格是上月中价格较高的少数产品之一 总体涨幅为3.4% 其中大米价格暴涨9.2% 猪肉涨9% 鸡蛋涨8.8% 牛肉涨8.5% 此外 卫生纸的需求激增 使纸类价格上涨了6% 是该类别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涨幅 加拿大央行预计 即使放松限制 通货膨胀也将面临下行压力 加拿大专家警告 第二波疫情难避免 获死更多人 近期 加拿大各地天气逐渐回暖 各省限制商业和社交活动的措施也逐渐放宽 但是流行病学家发出警告说 现在仍然不能放松警惕 第二波疫情爆发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届时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将激增 据CBC报道 沃泰华大学流行病学家表示 想要避免第二波疫情的到来 除非我们研制出疫苗 沃泰华医院的奈尔医生表示 现在疫情曲线被拉平 是因为人们停止了互相接触 而不是因为人们有抗体 所以一旦人们重新开始出门活动 人们将会再次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之下 奈尔医生警告说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 这是一种很让人头疼的病毒 因为它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 就能表现出极强的传染能力 而根据奈尔医生的模型估计 如果从现在开始 市民的社交活动恢复20%的话 那就意味着爆发第二波疫情 将发生在今年9月份 奈尔医生表示 恢复20%的社交活动 听起来可能不多 但实际上 这意味着我们目前社交距离的状态 将发生巨大转变 但第二波疫情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 这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奈尔医生呼吁说 如果人们现在仍然能保持社交距离 戴上口罩和手套 就完全可以避免第二波疫情的爆发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请请按赞订阅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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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